大家好,这次游戏废人 喜悟旅人这个礼拜又继续是养生周了 连续两个礼拜都出比较一般的卡子 但是这次的角色 严格上来说不能说是废角 只是因为我们有未来试 就不会觉得这次钥匙很强 但以台版来说,其实现在这一只 如果你还没有钥匙的话 其实这一只并不会很弱 只是如果你有特殴的话 也不需要特别抽 不过它的定位跟特殴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今天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只钥匙卢米斯 它的能力以及特色在哪里 首先比起特殴 卢米斯的进攻能力其实比较强 特殴是斧雷 卢米斯是斧风 高尔两个完全相反 特殴可以抗风 而卢米斯就是可以抗雷 但卢米斯的招式都比较偏单体攻击 所以卢米斯他有 风单三连 还有斧乱四连 所以不管是斧头破盾还是风破盾 他都可以蛮好的坚固 但他的物攻鼠攻都不算高 两个很平均 反过来就是两个都不强 所以卢米斯虽然说断数高 而且他的效果也不差 但是不用期望他的伤害会特别的强 因为他的基础面板其实并没有特别高 他物攻只有360 鼠攻更是只有300出头而已 但毕竟他的破盾效果不错 所以身为要是这个比较偏辅助的职业 我们当然还是要看他的辅助能力 那他的辅助能力 其实有buff有debuff也有治愈 首先我们就先看治愈 严格来说他的治愈其实并没有比特欧好用 单体治愈部分 卢米斯最强的就是单体治愈160 然后增加雷奈15% 但是特欧的单体治愈有230 而且还可以解除异常状态 所以两个相比特欧就比较强 当然号码也比较多 那么单体看完我们来看全体 他们两个都有持续治愈 卢米斯的好处在于他的前排全体持续治愈 在放下去的瞬间就有补血了 问题是卢米斯的治愈 放下去之后的效力只有45 之后每次回只有回90 而特欧每次回就是回150 所以两个真的要比的话 除非你有立即回血的压力 要不然的话 其实两个治愈比起来 特欧的我会觉得比较好 至于buff以及debuff的话 这两个其实反而都不是他的强项 因为他的buff效果就只是帮我方解除暗暗状态而已 如果你有用boost 可以再额外附加暗暗无效效果 但是特欧本身的补血就有解除异常状态的效果了 所以buff的部分就只有一个解暗暗 再加上可以帮我方单体上雷奈 但是特欧是帮我方全体上风奈 还可以顺便补血 所以在这一块辅助的部分 我个人觉得还是特欧比较好用 debuff的部分就不用讲了 因为debuff就只是一个风全体伤害 额外低几率会附加出血而已 所以这个等于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而且鲁米斯你也不会带那一招风全体伤害 因为他只能打一段而已 鲁米斯一般出战 最基本的就是带风单三连 腐乱四连 再加上前排全体持续治愈 就这三招 那再来就是他的被动能力 他被动能力一个偏攻击 一个偏防御 防御面的是 当他站在后排的时候可以帮前排每回合持续补血 就是让前排附加持续治愈效果 因为这个效果 所以如果你的队伍是有玩坦的队伍的话 那就可以把鲁米斯跟坦放在一起 只要鲁米斯到后排去 坦就可以有持续治愈 鲁米斯本身放的持续治愈效果 其实就只有90而已 所以让他站在后排 帮前排坦补的血量 比你让鲁米斯跟坦不同排 帮他放持续补血 效果还要好一点 那再来另外一个就是满血时候 他的暴击率会提高30% 条件我个人觉得算是稍微有一点点小严苛 不过因为毕竟他自己会补血 也不算是太难的条件 就是算是还好 但也因为这一点让鲁米斯很明显的 就是一个偏攻击型的钥匙 再来他未来可以学到必杀技 也是一个完全攻击招 如果只有等级1的话 只是负担3连而已 但是到等级10 他可以变成负担5连 不过因为毕竟必杀技还没开 所以这个就是之后的东西 再来就是觉醒视频 那觉醒视频乍看之下好像还不错 可是能力有点微妙 因为他加的是辅伤害15% 再来就是HP自动恢复 那因为HP自动恢复的效果有500 算是蛮高的 理论上我们如果有在玩坦的话 就想要把它给坦用 或者是如果你的主力角色想要保命 我们也会想要给他用 问题是他的另外一个效果是 辅伤害增加15% 就变成你不是钥匙使用的话 他就只是一个单纯的补血视频 这样子对一个觉醒视频来说 其实是很浪费的 所以那个辅15%的伤害 反而是拖累了这个视频 使得这个视频你不得不给钥匙使用 而钥匙本身大部分都会补血 所以你真的有少血的时候 其实身为一个钥匙 也是直接放前排全体补了 也不会再需要靠一个视频来帮你补血 所以在看之下 这个视频有持续治愈好像不错 但如果你把这个觉醒视频拿去给坦用 通常就是变成一个只是持续补血的视频而已 而如果不是给坦用 给钥匙用 又好像有点浪费掉的那个持续补血效果 所以就视频来说 我个人也不会推荐这个视频 总结来说 卢米斯毕竟是现在为二的五星钥匙 所以如果你没有特殴 也就只有卢米斯可以选 而他们两个就是一个偏攻击 一个偏防御 只是我们如果要放钥匙 通常都是为了要防御 所以就现阶段来说 即使可能大家会去日本的评价网看 觉得卢米斯分数明显比较高 那卢米斯应该比较好 但其实除非你现在队伍有缺斧破盾 有缺风破盾 要不然的话 真的特殴跟卢米斯选 我还是会选择特殴 当然卢米斯本身也不能说差 他还是有持续补血 那他还是有更好的破盾效果 所以就总结来说 如果你没有钥匙 想要抽一只钥匙 不管是当破盾 或者是拿来当做一个持续自愈 其实他的持续自愈可能输特殴 但也不能说是没有用 这样子的话 你可以考虑抽一只 但是如果你已经有特殴了 或者是你本身没有科金 想要再存之后的角色 那我并不建议大家 在这个卡池特别去抽 因为毕竟要补血 也不是只有钥匙可以补 更别说现在风破盾的角色有一大堆 即使扣除提及连以外 上个礼拜出的小手哈雷 其实也是一个风打手 所以卢米斯本身的风并没有太大的优势 他卖点其实就在他的腐乱四连而已 至于要不要抽 就看大家目前 现在有没有真的 缺钥匙这个职业吧 至少如果你已经有特殴了 我完全不建议大家去抽这一次 以上就是这一次的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可以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 拜拜